另外来看到捷安乡公所在原型所二楼举办阿美族传统服饰记忆研习课程的结业典礼 那位想长游淑珍是亲临现场来颁发结业证书 也肯定学员们的认真努力 也和25位的学员共同以走修的方式呈现丰硕成果 捷安乡公所开办阿美族传统服饰记忆研习课程 25位部落妇女报名参加 在专业老师带领之下亲手缝织一整套传统族服 虽然历经很多次拆绚重新缝合 但是作品完成时大家都很兴奋也很有成就感 捷训典礼当天学员们穿上自己手作的传统族服 大袖美丽的体态和服饰 获得乡长游淑珍大大赞赏 今天非常开心看到我们的成果在身上展现 虽然手上扎了无数的针 但是我们相信今年少了丰年记忆丰年节 但是多了我们传统记忆 这样的文化传承历史的一项 我们的自信还有技能 谢谢我们所有的妇女姐妹们 为我们来做这项学习 也让我们今天研习满满 获得了这样的结业证书 由淑珍一颁发结业证书肯定每位学员的努力和用心 也期许在传统记忆课程引导之下 部落族人能够学习自己文化精髓 也把传统记忆充分展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更透过展示让其他族群的乡亲可以认识阿美族的文化 进而达到族群共荣代代传承的目的 戒律会节响报道